欢迎大家来到杜大师的一周一太极一经理修行的公义讲座 我们今天先耽误一点时间 那我们就直接请杜大师开始 今天是一经理修行的第十讲 很抱歉 晚了一点 特别不好意思 今天我们讲第十讲 我还是要感谢于老师 杨老师每次的这种守候加持 我今天就讲讲关于我们已经修行中关于德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常常说修德和德怎么来讲 其实在我们中国文化的很多的修行中 可以说所有修行者一定是非常重德的 所以说包括我们练太极权 包括练武也要讲武德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老子在《道德经》 他就讲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说庄子爷提到说 直斗者德权 德权者行权 那么我们知道道家的著名那个人物叫葛洪 他也提出了说若德行不修 而弹务方术也不得长生意 这就说了我们练任何功法 练任何道法 如果你只修术不修德的话 都是不会长久的 都是不会长久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在修行中 他也就是我们把一个德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 最重要的位置上 那这个位置就是 他是第一位 第一位 所以说从样子他要求他的弟子就说 说未入先道先修人道 这就是告诉大家 讲了这么一个 未入未修先道先修人道 所以天道地道人道 首先要修人道 因为天道你没法修 地道你也没法修 你只能颂应和适应 但人道我们是可以来修的 人道是可以来修的 所以说所有的各们各派 他都在讲究或者强调 功德的一种修养 最后才能达到一个功德圆满 这个里头只有功是不圆满的 所以他必须得修德 你看在明清时期 有个气功大师 叫武冲须 还有柳花阳这么一批人 他们也非常重视功德的修养 他们要求自己的弟子 要绝地立子修德修道 就说清楚了 说清楚了 人们明乎其得而天性自现 这是很重要的环境 那么其实我们在修行中 大家都会遇到 像我们关于单道养生功里边 就是说他把各种正担经 就是各种这种练功的担经的方法 他首先把功德修养放在手里 这是各门各派所提出来的要求 那么也就是说 这些仙人给我们后学生 他指出了一条 修生修行所应当中学的原则 这个东西他是不可以改的 就是自古以来 我们其实就是到今天 修德永远是第一位的 那么这里头就是大家要明白一点 就是我们修行中 为什么要重视功德的行程 为什么要重视 所以说我为什么呢 我经常给人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要有些人是不收费的 这里头我就讲究了一条 在功德方面的结论 功德方面的结论 其实我们很多人 有的说道德界原来叫得道经 也是得在手里 那么这个德制的 他的含义是非常管奔 你比如说 悟得以身 为止得 赤得以成 为止得 阴阳交通 为止得 话于万物 为止得 风雨天地 为止得 以及我们的 平常大家地资归 农域 包括很多 我们的教化的院类的书里面 都讲到了 恩师 孝涕 贤柱等等 这些都是处于 德的范围 都是处于德的范围 那么 上头 我讲这些关于 德的这些解释 就是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 从不同角度 去说明我们 修行者 练功者 他在自己的这种 活动中 得的这种 意义 重要性 那么 我们正常的 修行者的 大部分 都是强调 就是要 忠从老子的 这个 道德经 来讲的 所以这就是说 这是一个 差不多是一个 标准 定义的一个范围 所以这个东西 很多时候 我们 大家可能 很多时候 我们很多人们 对这个方面 还是缺少一些 了解和理解的 我今天晚上 就是说有时候和大家一起来学习 了解一下这个 因为前度我讲了 讲了几讲 前头的八九讲 并没有专门从德上来讲 这一次 我想 我专门从这个角度上 来讲这个问题 你看我们 道德经 五千文的道德经 他不但多处 祈祷了德 而且还专门有一章 叫上德不德 就是重点参数了德的含义 你看老子这个原话 是这样讲的 我给大家 说一遍 老子说 上德不德 是以有德 下德不失德 是以无德 上德无为 而无以为 下德为之 而有以为 上人为之 而无以为 上意为之 而有以为之 上意为之 而莫自应 则 让被 而认之 故失道 而后德 知德 而后仁 知仁 而后义 失意 而后利 不离者 忠信 自国 而乱 自首 也 前世者 道 自华 而 愚 自食 也 自以 代步 处其后 不处其包 居其时 不居其华 故 去彼 取此 大家看到 这段话里头 讲了 道 德 仁 义 离 德 美容 实际上 这里头 他的中心思想 核心 还是 讲了一个 德 字 他这一系列的 道也好 仁也好 义也好 离也好 等等 他还是 为了这个 德来展开 所以说 对于德智的理解 关系到 对道德理解 也关系到 对道德性 这么一篇 重要的这么一个 经典的理解 可以说他这里边是 人质互鉴 人质互鉴 所以说 我呢 和大家来学习 也是本质就是说 从我们修行 或者修生 养性 这个角度上 来理解我们 对于德的这个 重要意义 和他的价值 和他的价值 那么 你看 在这里边呢 老子他把德 分为上德和下德 两个部分 这里头我们就 要知道 什么叫上德 什么叫下德 所谓上德 他 具体的 体现就是 无为 而无以为 而这里边 说无为 而无以为 这个无以为 就是指的 虚无指导 就是我们 大自然 大自然 宇宙 这是理解 上德 或者这一章里头 的中章 你看 我们就有句话 大家希望叫 自虚者灵 自胜者亡 是不是 那也为了你 只有有虚无之道 你可能才能做到 不去争名 不去争利 你无心于万物 无心于名望 私恩如自然 你帮助别人 并没有 我是说 我要想得到 你的感谢呀 奖赏呀 等等 就从属于自然 就是你听从 自然这种生化 这种 无所谓的这种 生生灭灭 你看我们的小草 中天生的时候 哪一个小草就说 我脏起来了 你们要奖赏我 哪一个植物 是要抱有这个目的来的 对不对 就是说 这里边做到 就是一个 送起自然的方式 不是刻意而为之 做一件好事 就像 网红拍 记者来 就觉得我就 怎么怎么 他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 就是因为他 不争名 不争利 不图回报 所以他的这种 德 才可以 长久的 存在 生命力 非常 挂手 这就是所谓的 上德不得 事已有德 上德不得 事已有德 所以最高等级的德 最高境界的德 就是 不争名 不妥利 不妥回报 发乎于心 发乎于心 就是很自然而然的 是不是 那就和我们太极拳的谈 他的种功法 他的厉害 太极拳 他又起来 他并不是要 你使力了 我就去抗你 他从来就是用力量去 做修为的一个功法 他就是送而化词 送而化词 就和我们有些时候你说 你开口变错 你非法力 就错 你这取行动量 我做一件好事 他会不会 给我什么或者什么 这都不叫上德 都不叫上德 所以说德就是道 你就是说 你的所有行为 要按照道的 自然的 本真去体现 这个自然规律 它是什么起象 你就怎么做 就和太阳 给我们地球的温度一样 他并不是说 因为好人就多造有 并不是因为坏人 就不造有 他不是这样的 在他的光芒里 没有善恶 也就是我们 要摒弃这种善恶 摒弃这种 风辨之心 你有了风辨之心 修为 形成一个就是 刻意而为之的 行为 那么在这里边 这个 关于上德不得 其实从阳子 对老子的理解 我个人认为 是比较最切近 最切近的 然后他说什么呢 说上德者 不言 不动 不翁 不见 和天子自争 为之上德 老天是怎么对待地球的 你就是怎么对待 无心于万物 无心于身形 为之不得 外望其身 内望 内望其心 听万物自然 只生化 随其自然 只流行 为之上德 不得 这个德制 道子别年也 说德 德制是道子别年也 也是说的是道子 这个德呢 非恩德之德 就是说这个道的本意 我们对他的这种 无恙的功德 以德来形容他 就是他不改变 道的本意 他不受外界的影响 听自然子生化 为之上德 无为而无以为 要无以为 那么也就是说 按照从养子的这种 起解释 上德 就是 最高境界的道 那么我们道家的修行 就主张 精进虚无 法于自然 那么就不是有什么 何与素数 法于阴阳 是不是 是一个道理 是一个道理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讲不言 不动 不弯 不见 就是说明了 他这个道 他是没有任何的 风变心 没有后天的意识 一切按照自然法则 来用行 就是说我们的太阳 他每时每刻 一年四季 都在不情的 造出于人类 养育着万物众生 却从来不像人类 索取什么 爆打牙 也不去生养 自己的功劳牙 也不会去表现 自己的伟大 更不会成 人类对他的照样 你说今天 太阳最红 月亮最亮 你想他听得到吗 但你的善念 可以这么去理解 他对这个事 很有感觉 你就说 为什么说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的很多佛 神 他都是默默无言的 大家见过佛 开口说过话 佛是不说话 也是 我们把太阳 月亮 自然 宇宙给我们这些 就看作是一个大佛 一样 就是我们背后 就是所谓的佛法无边 你看我们那种大佛 是不是 摄迦牟尼 观世音菩萨 很多很多的神 你看去看看 是不是 都是不言不动 不望不见 他们都是达到这个 你人在跪拜在他面前 无论怎么求 怎么说 他没有 任何的体现 也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些 仪式 敬畏 神秘的这些理解 他都启现那种自然法则 就是他们总是自然而然去默默地去做 什么要求都不用 相反 我们人类 你对自然的一种不敬 对自然的一种破坏 说实话 很快他就会有报应的启现 这就我们讲的因果源 是不是 这就大家 我们就知道 那么也就是说你说一个 居于上德的人 他已经能够把自己的儿女情长 思想感情 是不是 他和自然之道融入一起了 他就从来不考虑自己 他只是考虑自己是宇宙的一分子 他就做到了 外望其生 内外望其心 无心于万物 他每做有意于人的事情 他完全是不自于发布于自然的一种本性 你骂我也好 不领钱也好 OK 我还是要去做 他没有任何一点点的个人实力 因为 他的这些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以全部的与道 很精妙的融入一起 正因为很多的大德之人 为什么我们后世 把他要共同为神分 就是他所做的 对人类的贡献 或者善事 从来不去表现事情 你先 你大家去看看 真正的大德高人 他是不在 思念上去 再参加一下 那儿落落 他不去 反而那种蛮大些那些假和尚 等等之类的 假道士 这是 这是另外一样事情 所以说这些人 他的功德 他就是永存的 这就是上德不得论 有责的一个意义 所在 那么 这儿就是 能够体现这种虚无之道的上德 也是老子 他所奇畅 所主张的 也是我们修行的人 所忠行的一个品德 那么我们讲了 上德 大家脚下来 我们看看 下德 下德的表现是什么 是 为之而有以为 他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说 因其不时的 事与无德 不时的 事与无德 对这一样 这个 吕冲 曾经 对这一样讲过 他说 住心外用 为之 下德 有心用去 就有心忘报 故为 不失德 什么叫不失德 不想失去 你 做一件好事 做一件善事的一个 动机 不和天子 不言 不动 不无不见 就总是想去表现有限 也没有清净 自然的这种德 是有无德 他认为呢 就是说 这个 人的表现 是洁净于上德的 但还不完全是上德 而我们社会中的 所谓的 人意与自信中的 义和离 就和道离的 非常远 是不是 因为呢 讲义 也是刻意而为之 讲理 也是刻意而为之 他就是下德 那么也就是说 吕从阳对于下德的评价 是怎么讲的呢 不能虚心 而心外好 不能食服 而复用虚 满复 心 听心子指挥 心动或胜 风其复 或手 或用 形容日渐 枯栓 无上德之自然 所以他想 就是说 这种 失去了上德的 这种自然的 这种行为 就是下德 为之而移 而有以为 这就是他带来的后患 带来的后患 在我们社会中 大家知道 在我们的社会中 私恩图报 对不对 包括什么 忘恩负义 感恩图报 对不对 永恩必报 受人 低水之恩 当一永全先报 这都是自然生活中 特别普遍的 在正常不过的一种现象 也是普遍社会 还提倡这样的 感恩戴德的一种情况 你从世俗的角度来讲 你说这种理解 也不为错 也不为错 那么我们就知道吗 古人讲 来而不往非 你也问 是不是 你帮助了我 我再去帮你 是不是 这是社会意义中的一种理解 这里头就有了 我要回报 回敬对方的这个意思 是不是 那往平常老百姓常讲 是不是 皇家还不败用人的 是不是 对不对 你作为我们社会中 就一种礼貌而言 是不是 资恩报恩 相互帮助 对不对 这都是 再应该不过的事情 你看我们就是说 你敬我一次 我敬你一仗 我们夫妇要相敬如宾 对不对 这都是社会中要做的 也是提倡的 也是提倡的 那么你如果这些 就按照我们 儒家仁义与自信的要求去做 真的是无可厚非 在社会中呢 也是求职不得 难能可贵 就能做到这一点 你叫什么说 我们不能指望 我们社会中的永远众生 都能按照休闲的标准 都按按照上德去理解 估计这是很难的 所以这里头我们要封清楚 真正的修行 和世俗中的这种 理解 它是存在一个界限 存在界限 但是我们 但是我们用于 练功养生 修行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你用上德的 这种无为 而无以为来 修炼自己 把下德的这种行为 这个时候把它拼蔽掉 这个时候 可能你练功的境界 包括练太极拳 可能会精进的很快 精进的很快 真正的告诉我 眼中是没有对手的 眼中是没有对手的 所以说我们就是说 我们 练气也好 练功也好 养生的一个先决条件 大家知道吗 就是要做到心境 对不对 这就是最基本的要求 我们你看我们打坐 要干什么 是不是要心境的 这就是说 自我的准修炼 你能静下来 就是特别重要对象 但是你怎么能够 做到心境 你不要说 我今天晾了十天了 晾了五天了 打坐打了几天了 我就会达到什么 不要有这种观念 你能够达到心境的方法 只有一个 就是什么呢 你用上德 无为而无以为的 这个标准 你来要求自己 这个时候 你量功打坐 才可能达到一种很快的境界 你才能够达到自然宇宙 这种能量才能够通 你沟通里头 能有这种功力大大境界 你看为什么我们有这种 越量越经济胜足 有这种越量越差情 欠如 就差了什么样 是不是 但是说 你一旦修行量工作 你有了这种下得的这种行为 或者是你做了某些事情以后 总是想得到这种 报答 人家不来感谢你心里头 觉得 你像我们收很多徒弟 徒弟不来抱着 你就心里头不舒服 敢来看你的徒弟就是好徒弟 你不看你的就是坏徒弟 这样是呆跑徒弟的 这样是呆跑徒弟的 这样你的心是很难静下来的 所以在这儿 我只是告诉我们 这种修行量功 就是个人的这种 行善而已 得到同报 不是考虑工作中的一种状态 所以说我们讲的 下得只有为 而有以为 只所以你静不下来的 根本的原因 就是缺乏了上得的那种 日然的状态 而你受到了你后天的这种 意识的这种 定位的暗示 这个时候 那思念过重 就造成了你心很难静下来 包括很多人 其实做这个事情 也不是说杜老师说的 其实有时候 我也不是说就是说 我讲的就对 达到这个目标 是很难的 很难的 而心不敬的 就是你很难做到的动作 放手 你说 你在心神般的状态下 你去练 那就算了假的了 练多少 你的状态都会达到一个很好的 状态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 这个我常讲了 行善既得 与质量规律 没有必然的关系 只是个人的这种修为 这个世界上 不会因为你做个好人 而减少个坏人 营养是平衡的 也不会因为你做价好事 而少了价坏事 你做好事 那头就有人做坏事 营养一定是平衡 只是我们追求是 你做个坏人 还是做个好人 你办坏事 还是办好事 这个与规律没有办法 所以说我们就要知道这里头 所谓我们修行中 就是这种积德行善 有很多社会中存在 我去寺庙画个布施 放生等等去做这些 其实大家仔细想一想 这都是刻意而过的一些事情 第一点就是你有目的 去行善积德 做一些有益于他人的事情 事情做完了 你也不再有个人的什么要求 这已经就是 我不说德了 就叫上仁的 上仁的一种表现 就是说 为之而无以为 这个思想 这个思想 洁净于上德 但还不是真正的上德 我只是用个上仁 给你看 差不多 因为上德子 他的行善积德 他是摧于自然 既没有思想的安排 也没有事后的目的 这就是上德的 无为而无以为 就是放过这 我走着走着 怕就帮了他 坐着坐着 怕我要帮了他 不考虑其他 不考虑其他 就这样才可以 那么也就是说 第二点就是说 你的行善积德 如果是受新的操控 应锁出的环境而发 有强烈的试飞观 就是说 因为你的行善积德 就是毕竟是有所求的 还有种行善积德 是带有某种 强烈的愿望 所以他的行善积德 希望回报的这种心 是很强烈的 他在行善积德之前就行车 所以说他就是为了实现 某一种要求 或者带有种强制性的 我就要让大家知道了 知道我捐了多少钱 打在那后门子 要是到上尽头 是不是 这后面的这两个 两个积德行善就接近于义和零的 所以说老子大家知道 老子其上的这个上得 往往我们人事行为中 社会中处在的这种状态 和老子其上的上得 那是不能够同日而已的 所以说他是差的十万八千 他这个差距很大很大 那么这就是说 这才有了我们老子说的前途 就是说 师道而后得 师德而后仁 师仁而后义 师义而后义 你看 这就起出了 道德仁义离 五个层次 这儿的道 就是上得 上得 这里头说的得 便是有心语物 我就愿意做这件事情 是下得 道是上得 这个德就成了下得 我就想做这个事情 并不是发挥自然的 而仁义离 就是属于下得范围之头的 里头的三个层次 修行做的三个层次 所以说我们就很明白 师道而后的 就是如果失去了上得 那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下得 这个第二个层次 对不对 师德而后人 你连下得都没有了 只能在人的层面上存在 师人而后义 你连人 人也没有了 最后才是 第四个层面才是义 我就讲讲义气 可怜可怜 义也没有了 最后就是个离 不见一下而已 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说我们在下得的范围里 人还是较洁净于上得 他还是比较和顺的 所以我们儒家 孔子提出的就是人选 他稍稍洁净于上得 而义 大家知道就是 难有决断之意 大家知道 我们过去过去叫割袍断意吗 是不是 就是有决断之意吗 因为这个意气重了 就会生出刚性来 你有了刚性就会果断 果断以后就一定会有 是否对或者错 道理是怒还是yes 就有了疯辩性 我是站在哪一边 就换句话说 你意重了就会 你的刚性就会生 心动了你的意就会 此 就是 开始有了很多很多的想法了 意思必有为 知道 你一乱以后 你就得 总要选择一个方向 选择一个方向去做 选择一个方向去做 所以说我们就要知道说 而以有为之意就是为新的趋势 就会体现出来一种很强烈的沙发之行 沙发之行 一旦起了沙发之行 你想你怎么能够 合于上德 对不对 你是合不了上德的 你想我们就说 讲那么说 战争是留学的政治 政治是不留学的战争 他也不属于上德的程度 不属于下德的程度 所以说至于这个最后一个理智 他已经属于下德的最后一个层次 最低的一个层次 所以说只有这个理 属于最下层 相反我们这个时代 很多事情上 都是集中期限在最后一个字上 都期限在理智上 你看 你就我们说的少一点 要讲理数 请客送礼 礼上往来 其实这来都是一个最低的层面 那么也就是说 从样子就说了 离者路也 你看路就是道路的路 离者路也 离道了路就通了 有意于道路 必有心去求 你就要有心去求 也求非上德也 就是你一旦有了求的意愿 就不是上德的状态 尽情 你看这个段话讲的很现象 很现象 说古气印子 不是古古咱俩的古 古气 则真心不见 而真气莫为止印 是以 朗帝而认之 朗帝者 沙发子气 及气子子性 人则仍然的人 旧而应子只为也 则圣心 贪义者是 就有了贪了 你看古人都说到这些字了 如此 则道远亦 故失道 失道者 持自然之身化 你就一旦偏有了道 就失去了自然之身化 容心于万物之也 哎呀 这个古人呀 我们不得不配 不得不配 他把这个 你看这个崇洋者 把这个礼设为路 哎呀 真的是很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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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送礼就是买路嘛 对不对 因为路乃人间指所心嘛 他是别于先天指道的 你这里头寒如鲁迅先生讲的 走的人多了 电视路 那是自然走出来的 我们现在路都是修的 都是故意修的 所以说呢 有意于道 必有先去求 一求非上德 只要你去求 就不是上德 所以说呢 就是因为呢 什么呢 其所求者 非道 而是蒙路 就是你去求人 去找关系 都不是道的犯神 也不是上德的犯神 就是一个找个忙碌 找个关系而已 你看这个现在 四后日下很多地区 相反 下的这个礼制 大行企 到我们 打开电视 媒体 都是宣扬 这个过节啊 这个什么是啊 这个 冲节要送礼 送礼就说 老白金 都是讲的礼 现在马上中秋节了 这个送礼又开始了 是不是 送礼就又开始 这都是下德 都是下德 那么这里头就是说呢 就是关于这个上德 在道德经 的其他章节里头呢 他的提法呢 也有不同的地方 这儿呢 我简单给大家 再比较一下 大家有 有一种 大概的一个理解 便于大家 这个我们天天积德 行善修 行说这个德 你不理解 也是不行的 真的是啊 今天呢 这个时间 我少 咱们这个课 晚开了 暂停20分钟 我帮我这个 给大家讲的细一点 细一点 是不是 你看 道德经 第二十一章里头 就算说 孔德子荣 唯一道是主 孔德子荣 唯一道是主 你看二十八章里头又讲 常德不理 夫归于婴儿 常德不理 夫归于婴儿 那在五十一章里头说 道生之 德处子 悟行子 是成子 是一万五 莫不中道 而贵德 道子中 德之贵 服莫子命 而常自然 故道生子 处子 长子 御子 臣子 首子 养子 父子 生而不有 为而为之 杂而不在 四位 玄德 玄德起到了 这就说 你看 在这个 我简单的介绍里头 就起到了说 老子这里就起到了 孔德 常德 玄德 他把这三个德 都列为是上德 都列为是上德 所以说 吕从阳在解释德的时候 就算 他是须中注实 空中生有 自知自觉 含义荣 养中 四位 孔德子 这讲的是 孔德 那所谓 常德 是什么呢 就是说 一生无为 常德不理 德者道也 人本清虚 清虚阴生 清虚阳将 阴生 阳将 其得 来生 增长 不理 凡与 婴儿 同体 这是讲的 常德 这是讲的 常德 那至于 玄德呢 他就更简单 透上 他指说 道生子的 道 这个字 道字 可以做 无字 来解 就是说 无 就是道 而 有 就是我们 所学的 受 道就是无 数就是 一 所以说 德 数字 也叫 续 就是这个 我们这个 就是说 说德 是指的 太和之气 就是说 我们讲的 太和之气 是不是 讲阴阳 充气 有一和 是不是 对不对 说道 从太和 而生 生而 不是 未知 续 我们这个 续呢 按照说 动物叫 畜 这我们 叫续 因为呢 万物本无 而生 是以万物 莫不尊 道 万物本 太和 而成 是以万物 莫不贵 德 你看 他把这个 我们的万事 万物 都人格化了 都人格化了 是不是 都人格化了 都讲的 万物本 而生 万物 莫不尊 道 万物 本太和 而成 万物 莫不贵 德 万物 都讲 叫贵 德 那人也是万物 中的一部分 是不是 你能脱离得了 这就是什么 万事万物 只所以他 以道为中 以德为贵 就是因为 道和德 生育了万物 这是最伟大的 中 最伟大的贵 这叫 真宗 正贵 但是他 有了这么大的功绩 生育了万物 但他从来没有这种 占有他 或者依靠他 也没有去主宰他 或者去支配 他仍然是虚弱 这就是 玄德 也就是 上德 也就是上德 所以说呢 我今天晚上在上年所讲的 这部分 关于 德的内容 其实就是说 在我们修行中的 关系非常大 因为大家要知道 这个上德 就是说 因为其自虚自尽 无为无欲 它就是符合了我们 修行的一个 懂治的要求 如果是我们 真正修行的人 你能够按照上德的这种 自尽自虚 无为无欲 你去做 你除去 一切的私心杂念 如果你能够返还到 清虚执本源 你就回来 你也不考虑我多长时间学校 我也不考虑他 反正 我今天该打错该打错 该两口两口 关于质量 这种状态 那你就OK了 你不要给自己下指标 下流 你带有指标 带有任务 带有想成为什么 或者怎么怎么 就完了 就和我当初学疫情一样 我就是把这个爱好 去了解了解 也并没有我想 把他说我要学成的事 当时三十多年下来了 好像有了很多的感觉 也自己就觉得这里头 通过自然而然的状态 让我们感受到了 这种 你疫情带来的这种 自然而然的状态 所以说 你看太极拳 就是在我们自然化盟里头 就有一个口径 我们说 修观无端 变化无始 虚虚实实 自然而然 就叫这个道理 就是达到这么个状态 那么大家修行也好 练过也好 你才能达到这种很好的境界 好了 今天晚上前头耽误了一些时间 我们今天晚上关于这个东西的 关于 疫情与修行 就讲到这 耽误大家时间了 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 杜老师的精彩的讲解 今天杜老师讲的 这个疫情与修行历史讲 主要是 给我们讲了一下 这个上德跟下德 我们应该怎么去修 那能不能 朴老师最后再给我们几句真言 对于我们就是普通人来讲 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 这个上德跟下德的这个界限 或者有时候很难分辨 那么那个 如何去 就是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 在平常当中 如何去 得到 去做到一个上德的这个标准 就是在给我们 刚才您其实已经说了很多了 就是说您再总结 总结几句 给我们几句真言 其实就是说 对于我们很多 对意见的爱好者 对于我们太极权 各个 传统化的爱好方面 就是建议大家学习 就是首先 你不要想的就是说 我是小白 我会不会学会 不要考虑这个东西 你喜欢就可以 也不要考虑 哎呀 那个太难了 不要给你带这么高的一个 压力去学 你就或者 我哪怕听懂一句话 或者听不懂 或者长时间 你就坚持的 就是不要带有任何功利的 去做一件事情 或者就是我们量太极权 就量一个启示 量一个功法的时候 我就量这个 就是不考虑他 时间也好 或者说我要做到什么 不给自己带任何目标 或者这种别的东西 这个时候你就 专注于某一个动作 或某一件事情 最后你学的会比 有目标 有目的的人 效果更好 嗯 就说也说 多少年一种经验 要 无为 而以 无以为 不要有为 而有以为 就可以了 好的 非常感谢多老师 就说是 去除这个私心杂念 主要是让记得 修心 让这些新品令下来 不要想太多 该做什么 就去 去做什么就可以了 嗯 好的 那我们看现场的朋友 还有这个 视频号上面的朋友 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 回答一两个问题 如果是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 今天的公益讲座 我们 其实我们一直在做公益讲座 我们的老师 杜大师 还有其他的 这个我们欧洲台籍的 各个主席 民意主席 都是为我们无私的奉献 也是 在行善积德 其实都是上人 或者是我们都在做上德的事情 好的 那我们感谢 感谢杜老师 那就 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此结束 期待下次我们 接着聆听您的第十一期 一经理修行 好 谢谢杨老师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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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